中华民国113年4月12号星期五 又到了周末咯 好我们刚才听的是 Red on the Wood 红飞玲 唱的这一课我不能给你什么 翻说他们是四胞胎 太感人了 冰清玉洁四胞胎好厉害 好本周呢 我们的地表最强的 最爱某个国家 最爱去某个国家旅行的 地表电影分析达人迪亚呢 他要带给我们呢 什么搜索墨墙片 还有一点 他就是去了一个 他很崇拜的大师的 不是长眠之所 他的影像 主角 主题公园 欢迎我们地表最强的答案迪亚 那我必须要先澄清一件事情 第一个我不是最喜欢去那里 可是必须说 就是经过这个疫情之后呢 机票大家都知道都变得很贵嘛 那每一个地方的消费其实也很贵 那那个地方刚好就是 众人皆贵 他独便宜 CP值比较高 非常高 很够便宜 跟其他地方比起来都便宜很多 好 因为他贬值 还有加上他据说他的物价 很多人都希望说他可以走出通缩阴影 所以并不在乎通膨 但是 回来哦 上上次回来的人哦 过年回来的这一批 他们说 虽然贬值 但是他们吃的拉面都调高了15% 这必须要感谢老天爷 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就独独没有很爱吃拉面 我每一次去那里 我大概十顿里面 要看有没有吃拉面吃到两顿 所以人家才会说 要看拉面指数你知道 没想到迪亚 你竟然是那个例外 拉面到底有什么好吃都不懂 而且在台湾吃 就是咸啊 就是咸啊 在台湾吃就已经觉得咸得不得了 然后在那边更咸 我干嘛要去那个地方自己找最瘦啊 我只能说我去过那么多 就是去他那里 我也不能说去过那么多 因为台湾人是太爱去那边了 所以呢 我其实跟很多人比起来 我真的去那里算次数不很多 去涵盖过的地方也不很多 那我只能说 在我这么一些些区区几趟的这个经验之中 我还真的觉得我唯一吃到一次 我觉得哇真的好吃的 就是最有名的那一家 三个字的还是两个字 九州的那两家 就是两个字的跟三个字的 我都有吃过 那据说 之前我是有看新闻说 有的日本人觉得说 为什么大家都 奇怪我怎么把那个国家讲出来 难道拉面还有阿拉丁美洲的面吗 所以拉面应该也只有那个国家 那个拉丁族 然后制造出来的某种面也是很有名的 我都觉得我们大家在乱搞 然后呢 那个就是说日本人是有说啦 说台湾人怎么都这么喜欢 在两个字那边外面排队 他们觉得三个字比较好吃 可是我那一次去的时候很妙 我妈一直说 这个就要把妈妈出卖 我妈一直觉得三个字的很难吃 两个字的才好吃 因为 没有没有 走向不同 是吗 对对对 有分啦 不过我觉得都还 只要他汤可以再烫一点 我是可以觉得都不错 我个人就是觉得说 拉面的汤都不烫 第一次吃拉面吃到 有觉得 好像真的蛮好吃的 这是两个字那一家 在九州 这是他的老家 现在台湾也有 最近不用排队了 最近不用排队 问题是因为在台湾 太长需要排队 所以在台湾我根本一次都不想去 也就没有任何 没去过 深夜去 我觉得信义区的那两家 对不对 几乎可以说 只是整理座位的时间 真的深夜去这两家不用排 但我也是觉得两个字的好吃 是吗 好吧 我跟你妈一样 好 儿子 快 来 那你觉得这几天的旅游 有何心得 实在是太多想分享的 所以我必须要说 有点对不起听众朋友 因为我们这一集很可能 我们讲电影的部分不会特别的多 没关系 我们很想听 因为每次那个票 我们往往都遇到那个片名又长 又中心 是 又难念的 这个礼拜也还是很多这种片 据说 他说其实 不要觉得说 日本只是需要台积电 他说其实 大家会觉得说 日本 他说 连电要去不去另外一个国家 他说其实 他们曾经泡沫经济 这个一二十 应该消失了三十年 对不对 大家都有这样一讲 就是说他们消失了很多东西 然后经过了这个泡沫经济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越是你让你觉得沮丧的时刻 对不对 他们越需要娱乐 反而蓬勃发展的是他们的动漫 完全就是说 他们的动漫带动了世界很多奇迹 就是说这个国家变成是动漫 拉动了他们的GBT 应该说 我们这个讲电影讲这么久 那我们也很少 很少在分析日本的电影环境 那我个人也不能说 他们这个国家真的是动漫是个奇迹 为什么 你就去看每年的日本 票帮帮帮 前十名 可能都有七到八部是动画 对 就他们那里永远 动画比人演的还会卖座 那人演的话呢 又可能是好莱坞的 就是全世界各地都卖座的片子 他不一定在那边会卖座 你常常可以看他们的最大厅都会放那些什么 就是什么灌篮高手排球少年啦 什么名声弹柯南啦 全部都是那些 然后反而是所谓的好莱坞大片 很有可能就是被摆在普通厅而已 像上次 促世的七龙珠的作者 是 对不对 人家就有统计过说 哇 他曾经熊霸 对不对 纳税排行榜 纳税排行榜 竟然他高过那么多的一线艺人 这个就是非常的惊人 他的产值 他们的代子的相关产值 其实我说真的 好莱坞也不太需要说 觉得说 某个地方的电影市场 怎么好像跟全世界都不一样 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个前辈 就叫做日本 日本如果你们都可以接受的话 那另外那个地方 你们可能也可以慢慢的 就是忍受的下来 好 那我们今天 还是先来看一下 就是台湾这个地方 我们准备台湾很快 把它讲完之后 接下来全部都讲那里 你讲台湾这个地方 好像是一个 你有陌生的地方 没有 因为回来了 本周回来 但心好像还没有完全 我们再来看一下 得要熟悉的这个地方 的上周电影票房 排行榜 第十名 果然就是一种 我不熟悉的类型 叫做恐怖片 还有这个电影叫做失咒 那这个很好玩 因为我们知道 最近韩国有这个 惊悚片在台湾很爱做 所以呢 其他的一些韩国恐怖片 也开始寝巢而出 那这部电影呢 描述的是 就是拍恐怖片的团队 到了一个 号称阴森的地方 就没有想到 在那里发生 更多他们想象不到的 恐怖的事情 那这个是第十名 失咒本周 第一 这个 中部飞行榜榜 本周第九名 这个也是新上党的国片 那他的主要演员 跟导演呢 廉价期间 也是跟我一样 到处坐火车 只不过是在全台各地 因为他们都是去参加 戏月映后的这个活动 那这部电影呢 就叫沙利 这个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过了 那讲的就是 刘品妍演的这一个村姑 没有想到在这个 交友软体上面 发现了一位 就是跟一个外国帅哥结缘 那当然 旁边的人都跟他讲说 这有可能就是个网路诈骗 可是他还是非要到巴黎 去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真的亲自飞去 这个很有趣 就是会看得到巴黎 那这个我们的沙利在巴黎 有没有艾蜜利在巴黎 那么浪漫呢 就去戏月里面看就知道了 其实这个戏应该 警政署要赞助 或者数位部 对啊 就是说你们看到这么多 我今天就亲自飞来 帮你证实 不行 如果说我们今天都没有诈骗 的话 这片就拍不下去了 因为他们有一开始 被骗的话 那怎么会去巴黎呢 这个是第九名 我们的国片 新国片沙利 本周的第八名 超危险警探 那这也是我们 最近几年 其实一直不停的 有电影出现 但是可能跟他 全盛时期的样子 差很多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当你有名了 有钱了以后 日子可能过得很好 身材就会不一样的 罗素克洛 这是他的新作 叫做超危险警探 好我们刚才的是 身材 一直就是有放生身材的 罗素克洛言的 不是应该是说 他是个重量级的影帝 所以他的身材 也就是重量级 就是放生 完全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罗素克洛的芯片 超危险警探 到底里面有多危险 还是说不赶快剪下来 可是他跑得动吗 所以要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个片子 要给大家一些省思 就是说如果像他一样 这么胖 就是不剪下来 会不会就变得超危险 因为可能就会有一些 心血管疾病 这是第八名 本周第七名 必须说 这就是我刚刚去的那个地方 跟我现在这么熟悉的住的地方 两边合拍的电影 而且我这次去那里的时候 你有看到日文版吗 不是看到日文版 是在他们的戏院 因为他们还没有真的正式上映 所以我在那边有看到海报 看了就很开心 马上来合照一张 我以为马上撕下来 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怎么可以在外面做这种事 不行这样子很丢台湾人的脸 这就是青春十八成二 通往有你的旅程 那另外我们必须很高兴的就是 恭喜他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这一个 目前出的国际男神 许光翰先生 他已经在很多地方都是有票房的 那我是没想到他连在这个地方 也许都有点市场 据说本周的越南票房冠军 是这部片子 而不是好莱坞的大怪兽打在一起 所以其实像许光翰这样的型 对不对 他是亚洲通吃 我真没想到在越南也可以 所以就真的蛮恭喜他 越南超爱日韩的男星 日韩啦 尤其是日韩 那他们会不会搞错了 就以为说 这是一个讲这么多日文的电影 结果殊不知 其实男主角是个台湾人 好本周 恭喜他 本周第六名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部电影 我们没有念片名 青春 青春18成年二 突然有的里程 好 OK 本周第六名 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 他只是优先场而已 已经第六名了 那我们预期 他很有可能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几率 接下来下一周的冠军 也许就是这部片子 为什么我们大家知道 去年有个打篮球的灌篮高手 在台湾红篇一整年 今年呢 我们可能日本动画 就换打另外一种球 这个也是之前 就已经有动漫出来很久 然后也有不少 这个已经存在的粉丝 所以感觉起来 也是一个会大爆发 卖座的这个日本动画 他叫做 排球少年垃圾场的决战 所以呢 你看日本就是这么好 他每一种运动 都可以来画一系列 然后每一个系列 都能够引起很多人的喜爱 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说 那看完怪兰高手之后的人 可能很多人都会 想要去打人球或干嘛 看完排球少年 你会不会也跟着爱 去打排球了呢 这个是本周第六名 他很有可能预约 接下来的冠军 他们在垃圾场打排球 第五名 又是日本动画 那不过这个呢 真的就是非常有名的一系列 那不过必须说 这个系列虽然有名 但他也常常做一件事情 就叫做 把以前播过的剪一剪 叫做总集片 那他就时不时的 就是偶尔会来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上西元 所以观众其实也要注意的很清楚 那这一次上第五名的 就是新的总集片 所以他基本上不是一个全新的内容 但是他会预告你说 我们全新的片子 也许暑假 或什么时候就会推出了 那这个就是 名侦探柯南对怪盗积德 那这个是第五名 本周的第四名 第三名 第二名 第一名 都差不多跟上个礼拜 差不了多少 只不过新加入一部电影而已 本周第四 就是近期最卖座的韩国电影 破幕 那这个片子呢 掀起了很多类似对于风水 巫术之类的讨论 其实我觉得 我们这个台湾民俗 也有很多这种风水世家之类的 你会不会有一阵子 我们不是非常爱演那种 宫庙系列 是 当然台湾的公共庙系列 是 那所以其实可以再来 其实可以再来 对对对 通过经过破幕的启示之后 发现说台湾的民俗 也不玩啊 也非常多 他们不太 还是很熟悉这些人 他们不喜欢被拍 也不是 那我是说希望大家赶快来 加入一下 不要以后都是拍什么大学校园 有什么桥啦 或者是什么 中南部要送上肉掌 不吃了某人的早餐一年 对 那个早餐就不一样的类型 我们是说这种惊悚类型而已 还是有很多题材可以拍 那本周的第三名 他一直下不了前五名 可见这片子多么受到大家欢迎 那现在大家会比较瞩目的是说 如果要拍第三集的话 因为据说 原著接下来故事就不是那么的浓烈了 那导演就不那么好拍了 就是比较有故事的可能 现在这前两集已经拍完了 那第三部原著已经早就出来了 对 他原著有六七本嘛 可是后面的故事好像就不是那么 就不止 不要这样子 没有那么故事性 江泰还是很想再看那个男主角的话 你最好期待他的第三部拍完 好 这就是第三名沙丘第二部 那全球票盘已经破六亿美元 本周第二名 第二名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功夫雄猫的第四集 那这一次呢 他的美国票房已经是四集里面 仅次于第一集 所以很厉害的表现 是 那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也许五六七 也有可能会拍了 那这个是第二名 本周的冠军呢 还是目前开年以来 大家觉得非常爽的一部电影 叫做哥吉拉与金刚新帝国 那刚好我这一次去我们的国 某个地方 某个地区 哥吉拉国 也去看了一部电影 那真的就是跟这个片子很有关系 可是必须要解释一下 也许我讲得清楚了一点之后 有些人会不开心 那江泰也许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 我没差 对我们是看画面 对是没差 那问题是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不开心 干嘛讲 为什么呢 是因为呢 我们当时接下来就要讲了 那必须说 既然哥吉拉与金刚新帝国 在这个亚洲各地很多地方都是冠军 那我们就知道说哥吉拉 他其实是祖国 就是日本嘛 那日本拍很多哥吉拉的电影 特别是去年上演了一部 叫做哥吉拉-1.0 这个电影 这个堪称是近几年来最叫做的一部 哥吉拉的影片 他在奥斯卡得到最佳那个 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是这一部吗 是 所以你看 哥吉拉已经诞生70 今年要满70年了 但唯一一部入围奥斯卡 还得奖的 就是这个哥吉拉-1.0 所以大家当然就会有一个好奇 就是说 那去年11月就在日本上演 怎么还没来我们这 对我们这边都没有 而且就是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嘛 怎么还没给我们 但问题是说呢 这一次他也不是独独不给你台湾上演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电影日本已经演了 欧美也有地方已经上演 美国已经演了 而且美国创下这个日本片 在美国最好的票房 然后呢 这个英国也演了 澳洲也演了 很多地方都已经演了 什么地方没上演 就是东亚 除了日本之外 台湾没有 韩国没有 菲律宾没有 泰国没有 那当然也不用说 就是中国大陆也没有 香港也没有 就是跟日本最近的这几个亚洲国家 全部都没有 很多人也想说 那你都已经可以让美国去演了 然后再也已经 你看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快半年了 快要满半年了 那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推出 于是就阴谋论四起 再加上说 你看他票房这么好 而且在日本的口碑这么好 还得了奥斯卡 已经得了奥斯卡 就表示说这种片子 你没有 不可能没有信心拿出去给大家看 那为什么在亚洲都还不能上 于是这个推论一 就叫做 因为这个片子 他的时代背景是二次大战的前后 他第一段是在二次大战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出现 然后后面的情节大概就是在二战刚结束的那几年 就日本开始要从废墟里面重建的那个时候 为时代背景 所以他跟一般的各家电影都不一样 因为大部分各家电影可能都是现代了 所以呢 有人就猜啦 因为日本就觉得说 OK 毕竟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一个部分 他们毕竟是自己有点罪魁祸首啦 所以如果说要再拿去亚洲各国放的话 可能会引起很多地方的人又觉得不是很开心 会觉得说 你看明明就是你们闹出来的 就到这个片子里面还把你们的战后人民演的那么可怜 可能大家会觉得不爽 那当然 民风最强悍的就是离他们最近的那个国家嘛 那那里当然是不是比较不太有可能能上的 有人就在讨论说 OK 那你又不用说把亚洲全部包在一起嘛 比如说像台湾 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人这么喜欢日本 所以我们一定跟他们很同理心的 所以有人说 台湾人其实不会特别care这件事情 那我们台湾不能演 又出现第二种推论 那可能就不一定是这个理由 也有人在猜说 会不会是因为就是网路平台已经买了 所以呢 一买下去之后 你可能戏院就不太能上 有限制时间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戏院演个两周吗 他就可以播了 不是有的更厉害就是我一次通包 我就是买你全部 然后我一买下去之后呢 我什么时候要上 你就不一定 要不要上就是看我这家网路平台 那我如果不上的话就是都不上 所以戏院根本就不想帮你宣传了 如果你买 也不是戏院不想帮你宣传了 就是说我如果决定都不要上的话 你戏院想我也不会给你上 那他是哪家平台已经买了呢 这个就又出现了一个很妙的疑点 比较想知道是哪家平台 哪家平台对不对 可是你看已经到现在 就是这个说法出来到现在也两三个月了 没有人出来说是他们买到的 所以我才骗我点进去了 所以呢 大家都觉得说那可能又不是这个理由 那到最后真正有可能的理由是什么 又出现了第三种原因 第三种原因就叫做说 好OK来了 就是因为有这个哥吉拉与金刚 新帝国 先比开 不是先比开 而是说日本当初把这个版权卖给美国的时候呢 他们之间就有协议好 我们两边可以各出各的哥吉拉的电影 但是要错开档期 所以变成说等到你美国这个要上的时候 我日本这一部就不太能够留在戏院里面 可是呢日本那个去年日本上演的时候是11月 所以他们就算说 今年等到这个新帝国上的时候是 全球大概差不多三月多的时候 那我亚洲地区要上来不及宣传 来不及在你这里面放映很久 所以我就干脆都不要上 全部让路给这个哥吉拉新帝国 是这样子哦 有人猜可能到最后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全部让给表哥 是那这就让大家很不爽 为什么 因为想看哥吉拉的人 不会去看美国的那个版本 所有美国版的哥吉拉 哥吉拉都只是个大配角而已 哥吉拉真正比较有占分量的 都是在日本的哥吉拉系列里面 否则一定是金刚 那很有趣的是这一次其实呢 哥吉拉夫1.0里面 哥吉拉也不是主角 他也只是在很重要需要他出来的时候 出来几下而已 那我觉得哥吉拉夫1.0 日本人最厉害的这一点就是 日本不愧是哥吉拉的祖国 他就知道怎么去拍他才对 美国拍那么多版本的哥吉拉 永远做错一件事情 就是他永远不会写人类的角色 人类角色在哥吉拉电影里面 你永远不care 你就不晓得这些人出来干嘛 你也不会觉得说 在他们身上发生多重要的剧情 但是日本厉害的是 哥吉拉夫1.0 人类非常重要 而且你会关心那些人之后怎么了 这是他们很强的地方 要不然这个片子他也不可能 在日本得到那么多影片的好评 甚至于得到日本电影学院奖的这家影片啊 这家女配角啊 这些又非技术类的奖 因为人的部分占比真高 也不是真高 是本来就要这么多 因为他基本上这个故事的重点就在于说 为什么叫负1.0 是因为他们觉得二次大战之后 日本整个国家就是一片废墟了 所以已经是零 阿九又来一个哥吉拉来闹 所以就已经把他们的零又变成负1.0 就往负数那个地方拖下来 所以你会看到说在战后的时候 那些日本人就是日子虽然过得蛮苦 但本来还抱着一些期望 说我们赶快重建啊或干嘛的 甚至于像银座啦 这东京这些热闹繁华的地方 其实在战后几年之内 很快就已经又盖回去了 然后你会觉得说 看起来好像繁荣的感觉又回来了 殊不知此时哥吉拉就来了 马上又一番大闹之下 那个地方又变成废墟 而且死伤惨重 甚至于我们的女主角呢 她就是银座的工作者之一吗 她是去上班 她不是去做那种职业 但是去上班很倒霉就碰到 坐在电车里就碰到了 那她的下场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观众 对 本片接着等一下讲的很好听 但是会有雷吗 当然也要小小的介绍一下啦 她其实故事刚开始呢 讲的是男主角的设定 是这个神风特工队的队员 那我们知道神风特工队就是 基本上都是自杀式任务 那是二战期的 可是她就是二战后嘛 刚开始第一段是在二战前面 还没结束的时候 那可是我们的男主角呢 你就看到她开的战斗机啊 就停留在一个这个大户岛基地啊 那大户岛上面的这些机师啊 技术人员啊 都以为说哦 她真的就是这个神风特工队里面正规的人员 殊不知男主角其实是个逃兵 她不想 因为你知道神风特工队执行任务 她不想出任务 对她不想出任务 可是其他那些机师都不知道啊 甚至说有些机师就还以为说她来了 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建树或功劳 然后呢 殊不知就在这个大户岛上呢 出现非常恐怖的怪兽 就戈吉拉就来了 造成了一番天风 天翻地步的变化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那个长官就开始命令她说 你赶快你看那个临时战斗机去 去撞戈吉拉 不是叫她撞 她只是叫跟她讲说 你先去开到她附近 然后等于去扰乱她 让吸引她的注意力 然后投炸弹 看有没有办法炸死 然后我们剩下地面上的人也配合攻击 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男主角 飞机一开上去的时候 她就怕了 她根本不敢发动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作为 然后到最后呢 这戈吉拉 当然了 因为没有人带头去攻击她 所以岛上的那些技术人员 全部被她被抓起来的 被吃掉的 被踩扁的 就死的死 伤的伤 最后只剩下我们的男主角 跟那个岛上的长官 两个人活下来 那所以 那个长官当然觉得很生气 就问说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做 好的 下一段 战争就结束了 男主角回到东京了 那当然此时的东京 也已经是全部都一片战火 都废墟 但是呢 她心里面就背负着一个 很强的罪恶感跟压力 因为就是她毕竟 虽然她什么东西都躲都逃 可是毕竟有很多人 就是在战场上面死掉了 或者什么的 所以她心里面的那个迁就感 没有办法抛开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她就发现说 她对面邻居 家里住的一个大姐 然后那个大姐 也是在战争里面全家人都 因为战火里面死掉 都死了 不是不见 所以呢大姐当然就也是非常的生气 也很不开心 然后呢 男主角回到家以后才发现说 她家里面的人也只是也全部都 那个过世 只剩下她一个人 必须要在一个废墟里面求生活 这个时候就很妙 就是来了另外一个也是 家人都没有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她手上还抱着一个小 那个小婴儿 那其实那个小婴儿 不是那个女生的小孩 可是你知道说 在战争之中啊 战火之后 大家都会互相彼此 就是互相帮忙啊 互相挣扎求生存 那是不是真的有血缘关系 也不一定很重要了 那反正男主角就跟那个小女生 跟那个婴儿就变成组成三人家庭 就开始慢慢这样子生活 啊其实说是说一家人 其实那个女的后来就喜欢她嘛 那男主角其实也喜欢那女的 只是两个也不是很敢说破 但很奇妙 这种关系呢 就这样子下来 而且那个小baby呢 慢慢的长大 也就把他们当爸妈 这个也是因为战争组合的 是 这个几率 也很妙 可是我们的男主角呢 他的大飙望 他的这个 他是有一个开飞机 跟机组操作的这一种的专厂吗 所以 后来他就想办法去找工作的时候呢 他就找到一个 在这个捕捞渔船上面打工的工作 看起来好像是去捞捕啦 其实是有危险性的 为什么 因为那艘船呢 其实是跟哥吉拉有关系的 哥吉拉在海里啊 因为哥吉拉就是日本版的哥吉拉 就美国版的就是 这一集是去躲着 睡在那个罗马竞技场那里嘛 但日本版的哥吉拉通常不是躲在海里呢 就是躲在某个山上 或躲在某个岛里面 有时候是海语比较多 他会从海里串出来 男主角就是加入了一个新的团队 那这个team里面 感觉起来就是又有带头的人啊 然后还有其他几个技工 然后他们就是必须要想办法呢 就是如果说 这上面有什么哥吉拉的踪跡的话 你要想办法去搜集 然后想办法要把他 想办法对付这个哥吉拉 怎么又碰到了 殊不知呢这个男主角 还没有在这个地方真的碰到的时候 是他喜欢的 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女生先碰到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女生呢 本来一直跟他生活 那可是这个男的迟迟不跟他表白 所以他也觉得说 好吧那我们一起住在这里 感觉上好像也是个 有一点奇怪了 那变成说 我好像也不能够白住在你这个地方 我需要自己也去想办法 找一点工作赚点钱 所以说他才会想办法找到了在银座的工作 没想到就在上班日的时候 就碰到哥吉拉就来了 就把那个大楼弄垮了 然后把这个电车整个扫掉 然后整个轨道也不要弄坏 我觉得这一段最感人的一点是什么 小baby呢 小baby当然在家里不用出去 对很怪 你看一个是遗传 一个在电车 那小baby在废墟吗 没有啊小baby就在家里 当然已经过了两三年 他们家也就不再是废墟了 就已经稍微冻起来 就有样子了 而且邻居对门的大姐 是时不时可以来帮忙照顾一下 我真的比较关心 小baby到底谁在照顾 小baby这个时候是那个邻居大姐 在帮忙照顾 那可是这个时候 女主角就已经 那个上班碰到哥吉拉的攻击 那我觉得这一段最感人的是 哥吉拉一面在攻击的时候 对面大楼上面的记者 还很努力的一直在拍照 我想说你们不赶快躲 还在那边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 有点像类似像广播的那个记者 一直在那边讲 现在哥吉拉 疏散疏散 对对对就这样讲 也没有说疏散 他就直接在现场直播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嘛 就是广播就在直播 我觉得日本人的职人精神实在太让人感动了 此时还不赶快逃命 还在那边一直讲 所以这个哥吉拉一开始 他其实是性格是暴力的 他这一部电影里面的哥吉拉 就是走回原始传统的 对那就是非常恐怖 暴力带来很多的毁灭 然后一直杀人吃人踩扁 这样子 好那 那我们必须说啦 希望台湾可以演 希望台湾可以演 虽然是这样啦 但我必须说 目前其实有很多台湾人 类似像我这样子 已经看穿看破 也不等了 那目前只有日本还在演 那我们大家就是去日本看 那日本会到什么时候呢 我只能说请大家尽早 为什么 因为日本四月底 本月底 哥吉拉与金刚新帝国就要上演了 等他们上的时候 你就不一定会还有 那而且呢 日本也已经排好出来 就是说他们的歌曲要负1.0的这个蓝光啊 4K版啊影音 五月一号就要出了 到时候呢 大家就想办法自己去买 可能看不到大萤幕 但可以回家看小萤幕 好压轴的来了 是 来 没错 这个不花点时间 讲一些电影无关的不行 哦还是有关联 有关 非常有关 巨大关联了 是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呢 今年的奥斯卡上面 就是日本两大之光嘛 两大日本之光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个 哥吉拉与金刚新帝1.0嘛 得到最佳事业效果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最佳动画片 得奖的就是吉普利工作室 我们宫崎骏大师的苍鹿与少年 所以呢 就必须说 那既然我之前在节目里面 已经说过说 我的目的地就是日本 很有名 有点古老 但也有很多屋子的地方 那里其实最近几年 有一个新的景点 很多台湾人都会去 因为很吸引台湾人 叫做吉普利公园 听起来就很吸引嘛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说 之前如果你想去的话 就是去那个关东大都市那里 有一个叫做附近有个叫吉普利博 博物馆 那叫美术馆 对 可是那个比较小 听起来美术馆 就是不会有公园那么大嘛 那吉普公园真的还蛮大 他是特别 他是特别 所有的角色都可以在里面吗 应该是说 他其实也是个很好玩 因为说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 就是爱之县 那所以爱之县 以前曾经办过一个博览会 博览会可能他都会规划 一大块空地去做会场 那等到博览会办完了以后 有些场馆可能就废掉了 那也是觉得很可惜 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跟吉普利合作 哦 跟我们的花博一样 现在变成农彩市集 是 那所以说呢 他们就是利用原先这个 爱地球博览会的这个场地 就把它改成这个吉普利公园 所以必须要让大家有点心理准备 你如果去买了这个票进去的话 请千万千万千万记住 你要留一整天的时间 哇那么大 为什么 因为其实呢 吉普利公园里面呢 目前就是场馆里面最多东西 最需要花时间的是 叫做吉普利大仓库 那那个吉普利大仓库呢 距离其他的园区都要用走的 距离他最远的一个地方 叫做龙猫的森林 然后那个地方光用走就要走20多分钟 走过去就要20几分钟 这有一点点像他是沿着一个 一座山上这样子 你等于是一整天都在爬耶 有可能 穿着鞋也要注意 而且必须说 就是那个龙猫森林的那个部分呢 它里面比较有 比较吸引大家 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龙猫的像 那那个龙猫像就在半山顶上 所以你要往下爬上 不会啦 不要害怕 那个山不会很高啦 那那当然也是 丘陵啦 对就除了就是有楼梯可以走上去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边是有这个台车可以上去 缆车 它不是缆车 它对于有点像台车 轨道列车这样可以上去啦 那可是呢 那个轨道车呢 会先给行动不便的人跟小朋友 所以你如果是一般 普通的这一个成人的话 你可能要等个两三班才上去 可是你知道吗 你已经在前面走了这么久了 20分钟 20多分钟而已嘛 往好处想就是20多分钟 它的管真的 它场区真的很大 毕竟它角色人物有这么多 对那这个是龙猫森林 这个是最远的 就是走要走20几分钟 那其他地方就是在这个大仓库附近 你可能就要走个10分钟 或是5分钟或15分钟可以到 那里面有一区呢 叫做女巫森林 那那里面就有这个魔女宅极变 跟这一个 摄影少女有吗 它那边 女巫森林里面主要是魔女宅极变 跟霍尔的移动情报 那当然也有一区叫做什么 青春的森林还是什么的 那里面就会有吉普利其他的电影 比如说像什么来自红花板 或是什么回忆的点点滴滴之类的这些 那我刚刚讲说 大家都会去吉普利大仓库的原因 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馆 就叫做吉普利著名经典画面的这个馆 那里面就有神井少女里面 你可以跟五脸男坐在一起 它不是有个车子 然后里面有五脸男 那你就可以坐在他旁边跟他拍照 或者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天空之城里面 他的那个飞机快要掉下来 然后你可以跟那上面的人拍照 然后或者是 那里面有欢喜碰碰李 就有很多这个李猫在你的旁边 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合照 或者也有像什么地海战记啦 什么来自红花板啦 然后呢也有这一些 回忆中的马尼啦 很多他这个电影里面经典的画面 红珠啦 你也可以跟他在旁边拍照 或是风起啦 你可以站在男主角的旁边看着 他就是他就是男主角 远望着一架飞机 你可以站在男主角旁边跟他一起望 或者是牙笑的玻妞 你也可以站在玻妞前面 后面是这个海浪这样打起来 所以要重现了很多这个吉普利 著名的经典画面在里面 那个馆光是那个馆 你就要照多久 不是要照多久 是我排了多久 很多人吗 对那里就是吉普利大当故 你最多人自己只要去的 是啊 可是他已经是大仓库了 照理讲他的一定很大嘛 对不对 可是要是他那个大仓库里面还分好几个馆 很多馆 就是这个馆里面有什么 这个馆里面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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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个 我排了一个半小时 是因为等他有限制人对不对 他是不是有限制 而且一个半小时告诉各位 我是礼拜三的时候去 不是礼拜六跟礼拜天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我会留到最后去这个 我一定要先去龙猫森林 这样吗 我反过来 对啊 你等于是说从最上面的企鹅馆 我要告诉大家 but有一件事情也是要提醒大家 他那个门票里是有设这个入场时间的 所以如果说你买的时候 他就是要你10点到11点才能进去的话 那你当然就是第一站 就直接就是去大仓库了 还有另外一个 这个大仓库出去了就不能再回去 所以你不能说 我进去里面搞一搞 然后我再出去 盖个手章啊 没错 没有二轮电影这种 没有二轮戏院这种 盖手章 可以回去这件事 你只要出来了就是出来了 天哪 你每个馆的票要不要再买 不用了嘛 你只要进去 你可以 大部分的人就是买one day pass 而且必须说 这个one day pass也有不一样 像我刚好 因为我是旅行社的一日游 所以我们买到的是比较便宜的 那比较便宜的话 当然吉普利大仓库是都可以玩 可是呢 他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如果不买那个最大的就是这个贵客级 premium级的这一个通票的话 那很多地方比如像龙猫森林啊 里面就有这个女主角小梅跟这个高月的家啦 或者是像霍尔的移动城堡啦 或者像魔女宅级便宜魔女琪琪的家啦 这些地方你都只能拍外面 你不能进去看 那你 你一定要买那一个premium的通票 你才能进去 那一定要买啊 啊 就是要买啊 可是我们的旅行社就是没把我们买那一种啊 所以你今天带来最重要的消息就是 请大家买 没有 还有就是请大家赶快去 因为呢 最近这个时间 仓库与少年得到的那座小金人 正在大仓库展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小金人 早ured 我们对我本身的词 转发文 从哪再最绰动 能那就爽 到我的小金人 我等一下 到不是 他在意 你们nhuff 我们 转发